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站一站蒙马洞国家公园 首先先提醒你,不要把这儿想象成像国内的五光石色,千姿百态,有着童话般梦幻的溶洞 这个接地气的蒙马洞国家公园位于Kentucky州的西南部 它建立于1941年,在62个美国国家公园里,它排行第27位 并且在1981年10月2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 它也是世界上已知的溶洞系统中最长的一个 已经探明的洞穴的长度达到640公里 如果订不到公园里的住宿,可以住在Cave City 距离这里也就是20分钟的车程 如果你是平时去,这里有很多的步道可以供你选择 比如说这个Frozen Niagara Tour, Discovery Tour 第一个Tour是最精华的部分,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很多人都是选择这个第三个Tour,它也包含了第一个Tour的内容 那现在还属于疫情期间,没有的可选择 只能参观这个Extended Historic Tour 这些Tour都需要你提前预定 那我们头一天是住在米苏里的Saint Louis 那里非常炎热,干燥 来到这里以后觉得特别的舒适 温度不高以外,还特别的湿润 刚开进Kentucky,就遇上了一场小雨 觉得这里呢,太适合中老年人的生活了 非常的安静 而且呢,我想空气里面可能还有大量的抚养离子 早晨呢,我们是从Cave City出发 到游客中心,也就是20分钟的路程 就是这个短短的路程 还下了两场小雨 公路两岸呢,长得不太高 但是密密麻麻的林地已经足以说明 这里的气候,多么适合于植被的发展 天气呢,也是阴了晴,晴了又阴 不过呢,一路上一点没有影响我们的心情 因为觉得呢,反正是要在溶洞里看 下不下雨,也没有什么影响 过街的火鸡也非常的可爱 在游客中心附近呢,也有一个住宿的地方 这里呢,也有三个露营的营地 但是呢,因为我们订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没有订到公园里的住宿 不过住在Cave City也是蛮方便的 而且吃的也非常的好 订票的时候呢,还有点担心 有没有地方停车 结果真是巨大的停车场呀 我们刚刚停好车 哇,哗哗的大雨就开始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Kentucky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溶洞 等到雨过天晴呢,我们就来到了这里的游客中心 现在这里呢,来换一下票 你看这游客中心前面贴着不同的标签 让你保持社交距离 并且不同的颜色呢,给你指向不同的地方 我这个蓝色呢,是走向这里的公园里的商店 因为在网上订的票呢,需要换成当天的公园里的那个tour的票 所以呢,就沿着这条绿线来这里换票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没有网 但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游客中心里边提供WiFi 沿着这个黄色的线走呢,就是去卫生间 领了票以后呢,就来到这里边 等着大家集合一起出发 因为刚刚的一场大雨呢,把许多的蝴蝶都打落下来 这是一只漂亮的黑黄后 虽然她的翅膀上沾着很多的水 但是呢,她非常努力地想飞起来 然后我们就盯着她,看着她一步步地飞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棚子里 来听工作人员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tour 这个路线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路线 但是呢,因为疫情期间只开了这一个洞窃 刚才呢,大家还都不戴口罩 因为现在呢,要入洞是必须的 所以每个人都整装戴发 进入不到之前呢,两边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介绍的牌子 主要就是介绍,这个溶洞是怎么样形成的 来这里玩呢,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溶洞呢 它常年的温度都是大概在摄氏12度 或者是华氏54度左右这样的温度 所以当我们走到这个洞口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寒气必然了 摄氏温度12度呀 我不知道我们前面这几个人 他们能在溶洞里坚持多久 刚来到这个洞口呢 就看到了这个水连洞 因为刚下过雨吧 所以水量还是蛮大的 太酷了对吧 这个图我看的时候 太空心了好棒哦 我们是刚下到洞口 就已经秋庄加深了 进到洞里以后 因为路是比较窄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分开了两条路 一边是近的一边是粗的 就是避免大家的距离太近 慢慢地走进这个洞里 那现在呢 虽然灯光也比较暗 但是呢 这个部分已经是这个溶洞里面 最亮的一部分了 因为整个这个溶洞里面 是限制它的总人数的 所以人数呢 并不是很多 再加上许多地方呢 都没有灯光 然后突然呢 就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出现在你的眼前 问你需要帮助吗 或者给你讲一下 这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有的时候真的是吓一跳 进来之前呢 以为溶洞里跟外边一样 地上是湿漉漉的 结果完全不是 还好呢 还好呢 我们自己带了很厉害的手电筒 所以全程呢 都有它帮忙 有的时候呢 甚至于有一些路 也没有什么灯 非常暗 就是不知道底下是深还是浅 所以我建议大家来这玩 还是都要带着手电 这个地方呢 是两个洞的一个交叉点 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 那据统计呢 这个蒙满顿国家公园 它一共有77座这样的大厅 像这个大厅里呢 它还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古人类它的一些活动 然后走着走着呢 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志 就是要求你在洞里 整个都是要戴口罩的 那我当时呢 因为是在洞里面 已经走了很长时间 而且口罩呢 就都已经有一些湿了 就觉得特别难受 而且觉得肠不上来气 所以我刚好呢 那个时候是把口罩摘掉的 结果一会儿呢 那个工作人员就过来了 就是说全程的 你必须都要戴着口罩 这个蒙满顿的溶顿呢 它一共分成三层 我们现在所参观的这一层呢 是最上面的一层 属于呢 已经没有什么水的这一层 现在呢 基本上明白了 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 主要是这个地方呢 它的雨水还是比较多 所以它就通过 石缝中流入了水 结果它的下层又有隔水层 所以这个水呢 就激流在这一层 然后就进行了风化 还有水的这个寝食的这些作用 然后又经过枯水位 和高水位的那个不同的池段 那就形成了这样大大小小的洞 那当它的底层的隔水层 被上面的水 所寝食了以后 它的水呢 就流入到 下面的那个沿层里面 然后呢 又被下一层的 隔水层给截住了 所以就把下一层的隔水层 上面又变成了一个 寝食的溶洞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共形成了三层 溶洞 所以在这个溶洞里边呢 是没有中午时 这一类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通过 在顶部滴水下来 而洁清清晨的 幸好呢 自己带了手电 还能照出来几张 稍微清楚一点的照片 让人很感兴趣呢 就是里边的这些油灯 没想到呢 这么一个小小的油灯 它可以点燃 八九个小时 溶洞里面呢 也真的是大洞 套着小洞 还有很多这样 有点像中午时 形成的这种基礼一样 不同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 看上去感觉像宝石一样的 虽然呢 这里没有漂亮的灯光 但是静下心来 欣赏一个一个小的洞穴 也非常的有兴趣 转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觉得入口处 是最亮的 而且已经冻得不行了 想一想嘛 只有12度摄氏度的温度 真的在里边 呆得非常冷了 虽然我们穿着夹克 但是也并不是很厚 所以我真的无法想象 这些人穿着T恤 穿着短裤 能在里面待多久 因为洞穴里边呢 平时也住着大量的蝙蝠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菌种 所以出来的时候呢 还要经过这个地区 要把鞋洗一遍 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外边也没有人了 最好我们没有这样 走一趟 我看 这是乌云崖顶了 看到乌云翻滚呢 我们果断的决定 回到Cave City 我们今晚住的地方 幸好是做了决定 一会儿就大雨磅礴而下呀 现在呢 给你瘦一下 我们的晚餐 非常推荐这个墨西哥餐馆 里边是有虾 有牛肉 有鸡肉 还有一大盘的这样的沙拉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